大家还记得有关于疫苗的价格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透过各种的持续 一开始是说特别条例结束后就公布 再来又说特别预算用尽后会公布 现在最新的说法是要用绝对机密 30年后才解密 所以对于这个资讯是变变变 骗骗骗 对我们这样一个区域立委来说 我还要再选八次连任 再选八次连任 我才可以看到 我现在在关心的疫苗采购的价格 各位 这是什么离谱的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陈时中前部长前指挥官 拿出你的良心 不要让疫苗的这些采购的问题 永远躲在民进党立委的后面 成为一个黑箱 审计部的查核资料 疫苗采购专案的查核结果 按卫福部的认定以密件 请注意看 本件是140年2月25日解密 140年 所以现在核定相关疫苗的采购的过程 是什么 是绝对机密 30年以后 所有的民众才有可能看到相关的资料 这是公开吗 这是透明吗 所以我们认为 陈时中前部长 你不要耻言 说你未来当台北市市长 你要怎么做 因为你不会养权 你最好把你过去做了什么 把它好好的公布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